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当作吸附剂使用 然而为谋取不当利益 不法分子使用未经处理过的碳 或劣质活性碳冒充优质活性碳 进行高价贩卖 消费者往往难以辨别 造成经济损失 那么究竟该如何分辨活性碳的优劣呢 今天云长富和他的助手 将巧妙利用科学原理 用实验教大家鉴别活性碳的真假优劣 科学求证 眼见为实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实验现场 我是主持人刘福 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 那就是来自于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原副局长 巡视员吕长富老师 欢迎吕老师 我叫吕长富 大家好 我们下一个实验呢 就跟我们面前摆的这几个道具有关系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活性碳 市面上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用到的 可能就是这几种活性碳 对对对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或者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好像更多见一些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对活性碳的这个理解呢 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那么深入 就仅仅的是理解到 觉得它是有一定的吸附能力 对 那活性碳的到底还有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那个活性碳的由来 它首先是那个碳 比如木碳 竹碳 也可烧出来的那个碳 那叫碳 它也有吸附能力 但它吸附能力就很低 那么要把那个碳要变成活性碳 那就怎么办 举个例子来讲 无理一个变化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 密闭的一个空间里面 把它加温到八九倍度 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多孔结构的这样一个东西 它就无理的活性碳了 一颗优质的那个活性碳 它里外的孔展开过后 它的比表面积 有一千个平方米 就那么大吗 如果三颗的话 就一个标准的国际足球场那么大 足球场 对 它就因为有这么多恐袭 对吧 它的吸附能力就很强 它就给吸附甲醛了 吸附有害的东西 所以我们市面上如果这样 我们去买到它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辨别它的真假呢 我们还是做实验 好的 老规矩 科学求证 眼见为实 有请我们的实验助手 好的 欢迎一位非常可爱的小美女 大家好 李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重庆市剂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化工中心的何柳青 来 接下来您要教大家 如何来鉴别这些活性碳的真与假呢 那么刚刚李老师也介绍到了 活性碳它是有丰富的孔结构的 正是因为丰富的孔结构 赋予它可以吸附空气中的 这个甲醛呀水分 可以有效的这个净化空气 首先呢 第一个方法就是 在水中碳气泡的方法 来 我们用到的道具呢 非常简单 就是一瓶清水和杯子 清水就是我们日常的 这个饮用水都可以 对 自来水也行 好的 然后我先把道具摆上 咱们这里呢 有这么一二三 三个活性碳 好 先按顺序一一对应 首先在杯子里面倒满水 每一个杯子都倒等量的水 方便对比 咱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一号活性碳 先取一勺 把它放进去 倒到这个水里 有一些些沉到了杯底 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看一下 慢慢的 有一些些就是非常少量的沉淀 咱们再来看一下二号活性碳 也是取同样的一勺 二号活性碳其实在质地上 就已经和第一个不同了 大小不冷 是 有大有小 没错 平常各异 这不是主要的 不是主要的 好 来 这个好像沉淀的相对来说更多一点 而且还有很多气泡在往外移 对 好多的气泡 你举起来看一下 而且越来越快 这个气泡的上升的速度越来越快 非常明显 这是什么道理呢 吕老师 因为它里面很多孔状 孔状里面充满了什么样的空气 水去过后 它就把那个空气就直换出来了 好 了解了 来 我们第三个再放进去 第三个 也是取同样的一勺 倒到水里 好 你再看 这个怎么有东西跳起来呢 你听声音看 哇 有滋滋的 滋滋的 这个声音就像什么感觉呢 就像小时候大家吃那个跳跳糖 而且这个和第二个对比 其实它的水柱也好像更细一些 而且往上升的速度更快 细泡量是非常多的 没错 更细更密 这是什么原理呢 这是因为活性炭 它的这个孔结构非常多 它在倒进水里的时候 快速地吸附了这个水分子 孔内的空气释放出来 然后大量的气泡往外溢出 把这个活性炭冲到了这个水面上 同时碰撞发出这个滋滋的声响 三号活性炭 它的这个现象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优质活性炭的一个特点 那么一号活性炭呢 它是几乎没有气泡的 也没有任何反应 有可能是假的了 有可能就是假的 好的 那通过第一个方式 就是用水可以来验证 这个活性炭它的活性到底怎么样 对 那么咱们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 来 放一边 是一个非常直观的 看脱色 脱色能力的这么一个方法 用到的道具呢 是这个红墨水 不一定要用到红墨水 蓝墨水也行 但是建议观众朋友 不要用黑墨水 跟这个活性炭一样 黑乎乎的现象不太好观看 就重合了 同样的也需要用到一瓶清水 还有这个纸巾 咱们在实验开始之前呢 先来配一个红墨水的溶液 好 按这个每五毫升的水 加一滴红墨水的这个比例 来配置一个溶液 五比一的比例 对 五比一 来 现在将我们的这个红色墨水 滴入水中 把这个红墨水中液 均匀地分成三等分 一分为三 一分为三 好 等量地分 大致也不那么两个 好 第二杯 我们每一个是五十毫升 第三杯 同样咱们取两勺这个活性炭 包到这个红墨水里面 就是我们普通的那个瓢 两勺就可以了 也不要撑了 撑太烦了 有的时候没有撑 是的 大概一个量就可以了 有一个量 好 我们需要搅拌 主任麻烦您帮我搅一下 要不停地搅拌两分钟 不停地搅拌 对 搅拌让这个活性炭跟红墨水 充分地接触 好 看它不是有吸附吗 看它能不能把水素吸附掉 好 现在我已经在 非常快速的搅拌 你们大家看 我就是这样搅 我们通常搅多长时间 两分钟左右 两分钟 如果你搅的速度很快了 时间就可以短一点 好 搅的慢一点 你就长一点 大家记下十就行了 我差不多已经搅了三十秒 来 一起来搅拌 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 几乎是已经完全融合到一起了 吕老师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呢 我眼睛看不见 我要去眼睛才能看得见 真的不好去眼睛 我刚刚已经看到了 你那边这个颜色相对来说 我怎么觉得好像更深一些呢 目前看着 而中间我们实验员的这杯 好像相对来说颜色比较差 你如果不放心的话 你可以两分钟多一点 也无所谓 这是一个比较试炼 没错 地形试炼 是 现在已经一分半了 一分半了 再搅拌一分钟 好的 好像我们实验助手的这杯里面 好像开始更红了 颜色更红一些 好的 时间差不多了 两分钟的时间 我想先给大家说一下 在搅拌之后 目前这三杯的一个状态 我的这个相对来说 偏深一些 偏深红一些 中间这杯偏浅红一些 而吕老师搅拌的这杯 是完全黑色 至少目前看上去是这样 对 那咱们折一张长条的纸 来验证一下 好 大家看 长条纸插入溶液里面 把它打湿 再取出 打湿取出 我们两个都是红色 那你看看我这个呢 那怎么是黑色 我这个把它那个绳术 全部吸附掉了 那我们两个这个 就是能够没有被吸附的是吗 对啊 你那活性态差 我的活性态好 吸附能力强 所以吸附能力强 已经把这个色素全部吸掉了 对 同样的墨水 但是经过搅拌之后 确实不一样的结果 对 李老师的这个活性态 吸附能力是特别的强 充分地把这个 红墨水里头的色素大分子 给吸附了 那么咱们发布了这样一个标准 就是这个室内空气用进化活性态 里面对活性态的这个吸附能力 也定义了一个定量的指标 就是这个点吸附值 一个合格的活性态 它的点吸附值是要大于等于700毫克每克的 那么咱们台上的这几个活性态呢 我们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呢 也根据这个标准出具了一份检测报告 看这就是我们出具的这个检测报告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到 三号的活性态 它的点吸附值是达到了1200多毫克每克的 充分地说明了这个活性态 它是一个优质的活性态 吸附能力是非常强的 而这个主持人手边的这个一号活性态 它的点吸附值只有49毫克每克 是远远低于这个国家标准 那这样吧 我觉得通过这个实验也非常的简单 主要是咱们把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吧 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日常 车里面啊什么 一般大家都会这个扔一包这样的 我们再次用这个方法来测验一下好不好 好的 这个活性态呢 我相信大家看着应该也就比较眼熟了 不管是包装还是什么 首先打开它这个颗粒非常的大 很大的颗粒 会不会颗粒越大 它的吸附能力越好呢 一般来讲太大的 它的口隙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是吗 但是不能用它大小来衡量 不以大小来衡量 那我们就放这么一勺好吗 好的 要搅拌吗 搅拌也可以 不需要搅拌 它是纹丝不动的 完了 它这个里面 一点气泡都没有 好像一点气泡都没有 对呀 那就证明它是完全无效的活性炭了 这个实际上啊 这是我工作室里面最先买回来的一批 这个就在我们一些大潮市买回来的 包装很华丽的 结果呢 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来讲的话 它没有 我受害了 好的 它实际上怎么样啊 不是活性炭 是竹炭 竹炭的那个典型肤质通常是多少呢 通常都在三倍以下 有的纸一倍多 大家记住啊 竹炭不是活性炭 好 好 记住了 竹炭不是活性炭 好 来 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吧 看看 这样真空包装 看上去好像是相对来说 没有打开这个口 哇 这个气体很猛啊 好 来 它抽到真空了 来看看这把活性炭是否有作用 这个颗粒相对来说就细了很多 跟我们刚刚测试的比较接近 不要咬得太多了 一勺好吗 很容易看见 一勺吧 好 你拿起来看 把你拿起来看 这个有泡沫 你看那个泡沫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而且 而且还有声音呢 对啊 好厉害啊 刚刚有滋滋的声音 是啊 哇 这就证明这个活性炭是非常有效的活性炭了 那你再看看这个呢 天哪 来来来来 这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很多的小气泡 在疯狂地往上冒 而这个几乎是闻刺不动的 对 刘老师 在这里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想问一下您 就比如说这个活性炭 它在家里 有的时候它用的时间比较长 它怎么样能够更好的 就是保存它呢 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大家 按照正常使用啊 这个活性炭使用的过程中 它要吸附那个空隙里面的水分 是 如果这个水分吸附很多过后啊 它就把那空隙怎么样啊 就填满了 它的吸附能力怎么样啊 就降下来了 活性炭了 在五天到一周 要对它怎么样啊 曝晒一下 大家记住啊 水又即兴 一下热的就热掉了 对吧 它就变成空气跑掉了 所以你买活性炭的时候啊 一定要买 除了真空的 如果潮了过后怎么样啊 可以在微波路里面打一打 一次一分钟 这个效果就很好了 太棒了 谢谢吕老师 通过实验我们得知 由于活性炭 有着丰富的多孔系结构 并能够有效吸附分子 所以通过观察活性炭中 储存的空气与清水 发生置换反应程度 和看活性炭 吸附红墨水中的 色素分子能力 可以初步分辨出 活性炭的优劣 如果您想要得到 更加权威的检测结果 请到具有检测资质的 专业检测机构 做更为系统的测试 防虫注剂 又称卫生球 通常分为三类 最为大众熟知的 防虫注剂 叫做张脑丸 其主要成分二砍酮 通常从张树枝叶中提炼 或者经过化学处理 人工合成 它能够散发 驱赶害虫的刺激性气味 因此可用于防虫防注 然而由于生产成本高 市场低价竞争激烈 张脑丸在市场的占比很少 多为允许使用 但必须外包装标注低毒的 对二绿本丸 但是不良商家为了牟利 往往用低毒低成本的 对二绿本丸 甚至明令禁止销售的 致癌的耐丸 来冒充张脑丸 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使用不当 还可能会危害身体健康 那么究竟该如何分辨 张脑丸的真假 将张脑丸 对二绿本丸和耐丸做出区分 今天吕长富和他的助手 将巧妙利用科学原理 用实验教大家辨别手中的防虫注剂 究竟是何成分 张脑丸其实好像对他的这个理解 一般也就是防虫 防柱 防霉 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 所以在这里想先问一下 这个吕老师 他这个张脑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丸呢 这个我们这个东西叫卫生球 卫生球有三种 传统老卫生家里用的 就是所谓的张脑丸 这是天然的也好 现在也有活成人工活成的 据说张脑丸 还有一种什么 叫对二绿本丸 这个在市场上买卖很多现在 但是这个材料来讲的话 它是低度的 你在使用的时候要小心 还有一个卫生球是什么 就是耐丸 这个耐丸来讲的话 它是致癌的 致癌的 对 国家早在1993年 就明令禁止生产销售 这样的卫生球 这太危险了 对了 从我们现在市场上流通的卫生球 有环保的张脑丸 有低毒的对二绿本丸 还有致癌的 不准用的这边来玩 太危险了 那我们如何来辨别这个 无毒的 低毒的 以及致癌的 还是通过实验 好的 科学求证 眼见为时 有请我们的实验助手 欢迎 又是我们这位可爱的 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孩子小美女 来 接下来 这个教我们来怎么辨别 刚刚吕老师说的这三种 下面我来给大家 教四个小妙招 第一个方法 我们要用到的道具 就是一杯清水和一杯热水 以及这个杯子 好 还有温度计 首先我们先在杯子里面 倒一杯清水 这里有咱们提前准备好的 三个张脑球 也就是第一步 我们就是要先验证 它们的分类 对吗 对 咱们为了方便观看现象 先给这个张脑球 先标上号 标上号 那刘老师 他们遇到这个水之后 分别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它们的密度不同 它就出现一个怎么样 沉浮不同的现象 你看这个浮起来了 是 如果这三种张脑丸 都沉在的话 浮起来了 就是张脑丸 浮起来了就是张脑丸 二号沉下去了 沉下去的可能是 致癌的赖丸 也可能是低毒的对而滤不满 天哪 这个味道已经 缓慢地飘起来了 对 这个味道很重 沉下去了 对 这就已经说明 一号它是 张脑丸 张脑丸 二号和三号 就是一个低毒的和致癌的 实验会出现沉浮不同的情况 这是由于张脑丸的密度 约为0.99克每立方厘米 而水的密度为1克每立方厘米 张脑丸的密度比水小 所以当张脑丸放入水中时会浮起来 而对二绿本丸密度约为1.29克每立方厘米 耐丸的密度约为1.14克每立方厘米 密度都比水大 所以放入水中时会沉下去 那我们怎么样进一步再验证哪个是低毒哪个是致癌呢 咱们再来准备一杯热水 需要一个温度在六七十度的热水 好 水温要控制在六七十度 这个遇到致癌的就太麻烦了 低毒的也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使用还是一定要小心谨慎的 对对对对 这个健康有关 没错 有时家里面有体弱的 有润腹的 有老年人 有小孩的 对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轻视这个问题 现在温度计上显示的数字是72 73度 不超过75度 好 那么咱们把刚才2号和3号张脑丸 分别放进去 先编个号放进去 这个是2号 好 看它遇到热水会是什么反应 同时丢 要同时丢 这味道太冲了 为了加速它这个溶解 可以适当地搅拌一下 要让它彻底溶解是吗 看它溶解的变化 主持人您看 这个2号张脑球 它体积在变小 而且周围已经有液体溶解出来了 一圈透明的 来 这样 这里有一圈 你看它有什么变化 透明的一个状态呈现 而3号目前没有变化 好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 这个2号张脑球 它是这个低毒的对二绿本丸 咱们为什么要取这么一杯 6 70度的热水呢 是因为这个低毒的对二绿本丸 它的溶点是53度 而这个致癌的耐丸溶点 大概在82度左右 然后利用它们这个溶点的温度差 去中间温度的 也就是6 70度的这么一杯热水 低毒的对二绿本丸 它的溶点更低 所以会溶解 而这个高溶点的耐丸 是不会出现溶解的 这就很简单地把这个低毒的 和致癌的两个就给辨别出来了 非常简单的方法 一杯清水 一杯热水 就可以辨别无毒 低毒和致癌 到底是哪三种了 那么咱们刚才呢 是巧妙地利用了 它们的这个物理的特性 接下来呢 这两个小实验呢 是通过利用它们的这个化学特性 来快速地区分它们的成分 到底是什么 咱们分别取一颗 这个一二三号的张脑球 放在这个底板上 好的 对应的号头 一二三 分别放上去 我手里呢 有一支这个燕钞的紫外灯 对 咱们只要一照 就能快速地区分出这个致癌的耐丸 一号张脑球 比较浅向 对来说 没有 没有蓝紫色荧光的 比较浅 二号张脑球 它也是没有蓝紫色荧光的 三号张脑球 它是有这个蓝紫色荧光的 这个颜色也是非常非常鲜明的 你再来对比二号 没有 再来三号 非常明显 所以又一次验证三号的张脑球 是致癌的耐丸 耐丸之所以在紫外线灯照射下 会发出蓝紫色荧光 这是因为耐本身有多环方听结构 多环方听是指含两个或两个以上 本环的方听 其本身具有荧光特性 所以耐丸会显现出荧光 那么以上三个方法呢 观众可能会有疑问 接下来呢咱们这里有一个 专业的化学试剂 流泉试剂 只要一滴滴在这个卫生球上 就能快速地区分出 它们到底是哪种成分的卫生球 好的 这个试剂是在市面上买得到的 买不到 买不到的 这个是专业的 咱们做科学研究的 我们执法人员有的 一般老卑星不会有的 好的 因为它里面有强的酸 强酸 对人有伤害 有伤害 好 我们来观察一下 你看致癌这个是怎么样 一上去怎么样 已经变绿了 变蓝了 变蓝绿的感觉 瞬间就变了 瞬间就变了 非常明显 变蓝色的这个是致癌的耐丸 而中间这个不变色的是 低毒的对二绿的丸 那么这个 因为这个面有点 咱们看一下侧面 变黄色的是这个 天然的无毒的张老丸 它也可能是人工活成的也有 好的 了解了 流泉试剂低到防虫筑器上后 颜色不同 这是由于流泉试剂 是由浓硫酸与甲醛配置而成 而张老 对二绿本 奈 这三种物质的化学分子结构不同 化学性质也不同 它们与试剂接触 发生不同的化学反应 进而显现出不同的颜色 特别棒 谢谢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关于张老丸的非常实用的 这几个小方法 那我们现场呢 也有一些在市面上的这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 市面上一般大家都是这些 相对来说 可能这个会多一些 那我们就现场再来试验一下这种吧 看看大家在市面上 一般 哇 这味道很臭 一般购买的这种张老丸 到底是每种成分的 是无毒的呢 低毒的呢 还是致癌的 一起来检测一下 咱们老百姓家里啊 可能这个温度计是不常见的 那么咱们就用这个清水跟荧光笔 一起来验证一下 它到底是 好的 有毒的还是无毒的卫生球呢 咱们多拆两个 一起验证一下吧 好 拆两个 那拆这个吧 一个打一个小的 可以的 咱们先用紫外刀来验证一下 嗯 哇 这味道 太冲了 对 它正因为冲啊 它才是撒 防虫是吧 防虫啊 驱虫 首先呢 是这个 这一包卫生球啊 嗯 它是没有这个荧光特性的 嗯 说明它不是这个致癌的耐弯 没错 然后是这一个 哇 这个好像有一些了 对 它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虽然没有刚刚那个致癌的 那么颜色那么重 嗯 它有一点点 对 那我们再进一步 用水来验证 用水来验证一下 嗯 一号 哎 这个它是浮在水面上的 说明啊 它是这个无毒的张宝丸 嗯 还不错 来 二号呢 哎 它是沉下去的 说明啊 它是这个对二绿 低毒的对二绿本丸 嗯 所以这个事件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它一个沉一个不沉 嗯 有萤光的是障碍的排掉了 然后沉下去的肯定就是低毒的 嗯 好的 记住了 所以家里有张脑丸的朋友 赶快来实验一下吧 通过以上实验方法 我们可以看出 利用张脑 对二绿本 耐 三种物质的密度 溶点 以及化学结构的不同 进行测试 可以初步分辨出 哪些是假冒张脑丸 如果您想得到 更加权威的检测结果 请到具有检测资质的 专业检测机构 做更为系统的测试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所有的节目内容了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我们的实验现场 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 更多精彩的实验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